非常不浪费的早餐 我是男人龙明归拜 09年12月2号星期三 礼拜三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我把跟财经产业科技理财就业 我总而言之跟你荷包的有关的 那跟你的经营事业有关的一些的题材 那都摆在星期三的这个时段 好今天那我有一段的这个自告奋勇 来来来报名的访谈 因为我一看着我觉得 他要来干嘛 又我不认识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现场报名的 因为前面有阿里巴巴的四个字 那威名显赫 你听到阿里巴巴 其实我访问过阿里巴巴的人 访问过好几回了 好但是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是阿里巴巴国际站 什么叫阿里巴巴国际站 我知道就是阿里巴巴.com 但是我始终不知道阿里巴巴.com 就是在阿里巴巴的 因为我常常看马云的东西 看他讲的天花乱乱 他很会很会很会讲 可是我就是没有 没有花太多精神去注意 就是说阿里巴巴.com在干什么 那这个呢 在在中文艺名就是阿里巴巴国际站 什么叫阿里巴巴国际站 顾名思义就是阿里巴巴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 现在已经国际化的中国企业 然后呢就说呢 就做这个母基地呢 在杭州 但是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 显然是对外的 好那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的 亚太区的总经理呢 是台湾小孩 在我们的现场 我这样讲对吗 没问题的 是 亚太区 所以除了大陆以外的 所有的亚太业务 对我们主要是以 包含台湾香港 东南亚跟南亚为主的市场 就在亚太区的业务范围里头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这个亚太区的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亚太区的总经理的郭亦领 欢迎 唐大哥好 以及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郭亦领来的时候跟我说呢 他已经蛮老了 他在他在电商的这个行业里面 十多年的时间了 是的 那最早的时候在雅虎 是的 雅虎以前就在我们这楼下 对就在我们这个东大楼楼下 所以我每天坐电梯上来 我每天就是 我在我在这个电台工作20年 我真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雅虎 从一个小小小的东西 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长成今天呢 在台湾的一个一个旁人大物 是的 然后之后包括包括这个 就是说奇摩啊 等等的合并 你看到在在这个 在这段大楼里面 看着雅虎的的长大 所以你在你从雅虎 雅虎创业的时候 你就在这了 我05年的时候加入 我们雅虎奇摩拍卖 那是一个拍卖部门 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 当时有个非常知名的广告 什么都有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对 那个就是我当年服务的部门 到现在都还是很夯的 这个slogan 是的 我们推动一个全民运动 让所有人都可以介入电子商务 作为一个卖家的身份 然后把自己的二手的东西 或者全新的商品 在网络上贩售给需要的人 好 然后你离开了雅虎 当然因为这几年 电商的人才非常夯 非常的抢手 离开了雅虎之后 你到了另外一家很有名的 对 我曾经在雅虎奇摩拍卖 担任了八年的业务主管 然后离开了去我们国内 另外一个服装品牌 叫东京卓一 东京卓一 是的 也担任过了一年半左右的 运营长的工作 好 然后再离开了之后 来到了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 我知道阿里巴巴早去的时候 其实他来台湾考察的时候 那个时候雅虎走的比阿里巴巴前面 是的 早期雅虎 日本软银跟阿里巴巴 有一些投资的关系 而且彼此在创办之间 都有非常好的友谊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一些 包含经验的交流 或者一些投资的一些合作 我相信当时是一个 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网络 所以后来到大家逐渐发展 各自市场的成长 雅虎专注在美国市场 软银由日本跟海外投资 而中国大陆阿里巴巴的集团的 不断的借由 从我们阿里巴巴国一战的壮大 以及在不同的领域当中的投入 以及人才的引入 逐渐的发展出自由体系的一块的 电子商务的版图的业务 好 因为这十九二十年时间 你刚好在一个当下成长最快的 这些企业领域在线上 然后在拍卖 然后在电商 当然是现在是全世界 包括像是刚签署的RSM里面 现在几乎所有的多边的 自由贸易协定里面 都需要有专章专解 来讨论电商的问题怎么处理 因为它的跨境的 就是说它使得它的竞争 它的规范 变得是一个新时代的商业的课题 好 但是你在亚虎待过 你在东京左翼待过 你现在在阿里巴巴 你不会感觉到 就是说当阿里巴巴壮大到 今天的一个成为一个 superpower的时候 你不会为台湾的电商 觉得可惜吗 其实电子商务 它虽然是一个跨国界的 但实际上我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在地化的 一个产品 所以我相信每个市场 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们看台湾市场 虽然它可能发展过程模式 跟中国大陆不太一样 甚至跟美国 欧洲 东南亚都不一样 但我认为台湾市场的电商 就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其实在台湾 有自己本土的电商的公司出现 它带来了非常多的创新的模式 也因为它互相竞争 所以其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所以你在台湾可以看到非常多 很多商家或者品牌 他自己做独立的官方网站 而因为独立官方网站的特色跟多样性 让人人都可以去参与 这样子一个电子商务的世界 我反而觉得在阿里巴国际站 跟台湾的平台当中 都是自己在各自市场当中 找到自己独有的魅力跟定位 所以对台湾企业来讲 或台湾的商家品牌来说 我觉得只要充分利用好手上的资源 我觉得就可以发展出 有自己特色的产品 跟自己在平台里头发展 发光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台湾电商模式 应该是在全球来说 虽然市场不大 但我认为是有多样性的 所以你不会为台湾的这些电商 他们很努力 我也完全同意讲 其实他们有很强的在地特色 在台湾这个地方来讲 它的竞争力绝对强过 其他的这些境外的电商 我也不担心将来 包括Amazon 阿里巴巴 如果真的在台湾 我认为台湾的本地的电商 的魅力站是强的 可是他没有机会 他不太有机会去打国际杯了 其实我们真的从电的商 这个市场来看 我没有看到真正能够跨国境 能够发展出非常纯熟的电商平台 走得很顺的 我们提到刚才 包含谭大哥提到的 美国的Amazon 他可以在欧洲 他可以在不同市场 日本 他都有在做他的平台 但他必须要做在地化 他没有办法把一套美国方法 完全移植到美国 把美国方法移植到欧洲 或到日本 他一定到localized 他不去本地化 我认为他也不会成功 所以包含我自己看这个题目是说 全球化的发展 必须结合本地化的优势 你不去本地化自己的经验 我坦白说 这种全球化仍然会不成功 所以就是说 这基本还是 每个地方的消费文化 跟在消费市场当中的 那种的语言 对 我们举个例 台湾的电子商务发展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色 就是超商取货 因为台湾便利店在全球的密集度 是全球第一 也因为这种便利的方式 我们台湾有很多公寓 很多人是没有大楼管理员 去帮你收货的 但是你借由便利店的方式 取货付款 甚至有自己的隐私性 这个东西我在全世界 并没有看到很多市场有 东南亚骑着摩托车送货 那也是它的特色 而在中国大陆 有更方便的支付工具 它可以先享有所有的这种 Shopping的快感 之后因为有不满意 它可以用支付工具 来去申请退款 这就是它的便利性 而在美国 Amazon推出这种48小时 Premium的这种服务方案 所以我觉得电子商务 如果结合本地化的特色 我觉得发展出的一些产业 我觉得就算有跨过公司进来 也不容易进来 对 我觉得时空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 我讲不出我们家的电话 号码 我讲不出来 我的手机号码我当然记得 可是如果偶尔要问到 你们家有没有 那几号我不记得 我怎么记都记不起来 我甚至于你今天突然问我家地址 我想很久 我要拼凑 可是我知道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商店的代码 那很厉害 代表您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电子商务的购物者 我现在已经很习惯 那就是有时候没事的时候空档的时候需要点什么的时候 我多我知道我网上去找我的东西 就已经很已经很习惯了 是的 好 当然他表示电商时代的成熟 就是网路的网路的交易 网路的消费已经非常成熟 我们来回头来看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他是自告奋友来报名 我之前不认识他 那阿里巴巴的人呢 我访问过几位 包括香港的大陆的 但是呢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是一个台湾小孩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呢 亚太区的总经理呢 郭亦林呢 在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阿里巴巴国际站 好的 阿里巴巴国际站是中文名字 大家都可以 感觉可以大概理解 国际站的定义是什么 但如果把它的一些 其实由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会觉得 哇原来他就是阿里巴巴集团 第一个业务单位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集团的创办人 马云先生 在1999年创办了阿里巴巴 其实当时创立的这个阿里巴巴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阿里巴巴国际站 他的英文域名叫做 alibaba.com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集团仍然 引用了阿里巴巴这个字 所以我们集团的名称 但实际上阿里巴巴国际站 是我们集团里头 其中一个业务体 而这个业务体本身 是在我们当时创办的时候 是希望让全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到 在外贸市场外销领域当中 很大一块的业务红利 其实是掌握在大型集团 大型公司或国营企业里头 而对于中小企业 他想在这个外贸市场里头 占有一席之地 或去分享这里头利润的时候 常常苦无机会 因为在早期 可能在20年前 当外销可能还是一些 特别的一个 经营许可的范畴的业务的时候 其实很多想创业者的年轻人 或者现有的一些中小企业 他可能没有办法 参与这种红利的分配 所以我们认为说 当讯息不对称 有这方面的阻挡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讯息的问题 解决的话 我们是否可以让更多的 中小企业参与在外销 把他专注的研发服务 展现在他的 我们可以提供的平台里头 那会让全球更多的买家 海外的中小企业主 看得到包含亚洲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东南亚 这些实力商家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个生意 应该是可以持续经营的 所以alibaba.com 至今21年 我们从单纯 大家所俗称的 黄业平台 转型到了交易平台 提供了支付工具 保障工具 一直到现在 我们推出的是 整套的数位化 或者数字化的解决方案 帮助更多 不同市场的 中小企业的商家 能够理解自己本身 业务带来的机会是什么 那很多人会问说 那alibaba国际站 是不是有很多来自于 中国大陆对岸的流量 那我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alibaba国际站 仅服务于中国大陆以外的 全球买家 这跟大家的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那相对于alibaba国际站 在大陆内部的 这些的中小企业 我们有另外一个平台 叫做1688 1688 那专门是服务 中国大陆本地的中小企业 跟中国大陆本地的 中小企业的买家 那在国际 全球化这块布局当中 就是alibaba.com 所以它从 创始的第一天 它就是一个 全然的英文界面 就是服务海外买家 看得到 我讲的海外 就是包含 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买家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第一的流量来源国 就是美国 其次是欧洲 澳洲 这跟我们所认知的 外貌的核心的 这种组成国家 可能比较类似 而近年来 随着这种 多边贸易的机会 我们看得到 东南亚 南美 中东 非洲的流量 不断纷纷而起 我们就看到 另外一股 新兴的流量红利出现了 他们之所以可以 不借用传统的方式 来获取 这种亚洲 优质供应商的讯息 就是透过电子商务 互联网的机会 我们打通了 彼此之间的讯息落差 然后帮助更多 不同海外市场的重要企业 有机会站上外贸舞台 国际舞台 跟全球的外贸 联动 接轨 当你作为一个 亚太区的总经理 阿里巴巴 国际站 海外 亚太区的总经理 阿里巴巴国际站 因为你现在人在台湾 是的 他是在台湾 台湾注册登记的公司 是的 那他服务的范围 并不是只有台湾 以台湾这个 我们所成立的公司 就是以台湾为主 所以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包含优先是 我们台湾中小企业 这就是台湾公司的 经营范围 那我们借助 我们现在平台上的 买家流量 希望让更多的 台湾中小企业 能够参与的到 分配的到 展示出他的商品机会 好 在我们现场的 郭毅宁 他是阿里巴巴国际站 亚太区的总经理 台湾小孩 但是你的工作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需要 国际元素 跟国际认识的工作 我们回头来看 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讲 就是说 阿里巴巴国际站 你们主要使用的 都是英文界面 是的 那在台湾的中小企业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 现在利用阿里巴巴国际站的 利用的情况如何 第二个他们 他们要如何能够利用 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 用跟不用的差别在哪里 好 谢谢唐大哥的问题 这是很多商家会询问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要改变传统 做贸易的方式 一定要用电子商务来做 我觉得今天 我们谈这个题目 它不是一个取代的问题 并不是说让你做电子商务 你就要放弃原本的贸易路径 你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方式 去跟你的客户联系 把你的产品展示出在全球的买家 看得到 这没问题的 但我们讲的是叠加能力 就外贸本身 中小企业其实专注的 我们听过最多的很多外贸的前辈 他们专注在做产品开发 商品的研制 以后降低成本来服务海外买家 我相信这是他传统具备的能力 只是他今天他宣传 他自己本身的路径 跟方法是什么 我们在疫情之前 在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之前 大多数人都习惯 买个机票到海外参展 参展的费用也高 你带人员出去的这些 住宿 交通 展览的费用 样品都是钱 那甚至中小企业很大力别开销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疫情前跟疫情后 很大的不同就在于 当疫情发生了 全球展会不是取笑 要不然就延期 我们连出国这个事情 都变成奢侈的事情 或者是耗时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再去找到 我们习惯的方法 找到我们认为的买家在哪里 买家也不出门了 买家也在家办公 买家公司也可能受困 而没有办法出城 或者出国来到台湾 看我们的产品 那大家其实接触 接触的这种媒介是什么 有些实力的商家 可能我就自己有一个官方网站 或是信email 一店的方式出去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重要企业 苦于没有一个 展示自己商品的机会 当你产品做出来了 研发出来了 你怎么去曝光你的商品 让买家看得到 所以电子商务这个时候 让你知得到 24小时 全年365天 不分国家 没有时差 用国际的语言 帮助你迅速连接到 全球超过190个国家 让各地的买家 看得到我们的商品 你不懂英文 我们有多语言的界面 帮助你使用 意大利语 法语 俄罗斯语 中东语言 我们提供了更多 完整的语言翻译 及时的帮助 买家跟卖家之间 直接联系 等一下 语言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不管是你实体的 实体的买家 实体的这些的 贸易之间的接触 或者网络上 我相信语言的 精准的表达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理论上来讲 网络上面 说不定会提供 更大的便利 可是你们是怎么提供 比如你刚刚讲 就说alibaba.com 阿里巴巴国际站 那你们使用英文界面 我想问你就好 那今天 如果以台湾的 中小企业来讲 以前 当然因为你很年轻了 年长的那代来讲 英文不会 但另个皮箱 就出门 比手画脚 照样做生意 可是今天 恐怕你需要有一些的界面 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那你们有中文界面吗 再来就碰到不同语言 你刚讲 190个国家 有很多国家的语言 我相信你能听都没有 没听过 是的 那你如何在阿里巴巴 国际站的网站里面 能去突破这个语言的反例 对 在外贸里头 我们先回到 国际贸易当中的标准语言 或最能够被接受的语言 应该就英语 所以我觉得英语 它是 你说是不是一个非常要 精深的文法 还是精美的字眼 才能展示的商品 我相信早期 台湾的外贸前辈 拿着皮箱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英文的咬字 发音都不纯正 照样能做生意 所以我认为英语 应该有基本能力 会快速展现的商品 那在展现完之后 要知道互联网的世界 它不是只有英文 被搜索得到 我们在看到很多的搜索引擎 它有俄罗斯语的搜索引擎 法语的搜索引擎 本地化搜索引擎 包含在台湾 我们用中文在搜索的时候 商品之间怎么被找到 商家不可能自己制成的 出了实际中的语系 让别人找到你 阿里巴巴国际站 直接把这些商品库 跟很多的一些搜寻引擎 联动主动把它翻译成 本地化语言 语言的精准度 当然基于要到什么程度 但我相信六成到七成之间 所有的翻译 原意大力 我们是可以抓出来的 特别在商品的关键字 只要比Google翻译好就好了 不评论我们的竞争对手 但每一个做翻译 投入的单位 我们都尊敬 我们也在这方面学习当中 因为Google的翻译 我常用Google的翻译 做标准 不过它有进步 最少现在它的翻译 我看的时候 如果是我专业东西 即使有些翻译地方怪怪的 不过我大致上面 可以抓个七八分 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翻译的水准 只要能够超过Google的水准 就OK 因为我们其实不断的 在商业领域当中 去做一些研究 包含一些商品的关键字词 买家习惯有哪种关键字词 我们不断的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绝对分享给我们的商家 让商家朋友看得到 怎么强化自己的商品的标题 你的描述方式 甚至帮助你用视频的方式 展现出来 不只说平面的图片 还要教你怎么去拍出一个视频 甚至我们现在用直播的方式 让买家可以直接在镜头面前 展示他的商品 给海外买家看得到 我要进一条广告 因为今天很难得到我们现场 虽然他是自告奋勇来的 我本来是很好奇 就说他干嘛自告奋勇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亚太区的总经理 好那台湾小孩的郭亦霖 我刚刚特别花了点时间 让他认识一下郭亦霖 当然可能在圈内人 可能是认识他的 但是我是说对我来说 郭亦霖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尤其阿里巴巴国际站 对我或者许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可是基本上今天听这段节目的 因为这段节目 我本来就是设定 就是给很多台湾的经理人 就说这些中小企业组 那有很多大老板在在听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 服务对象是你们 OK他基本上提供一个 B2B的一个媒合的平平台 而且是跨国境的 全面的 包括语言的界面 商品的界界面 那一个全面的平台 进广告回头之后 规定可不可以就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小企业组 你要如何带着我 让我开始进来使用 阿里巴巴国际站这个平台 进广告回头聊 好 飞得不好飞得早餐 我是等一下龙 来民国109年12月2号 星期三 礼拜三的时间 来今天的我访问一位 他自告奋勇来的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 阿里巴巴国际站 刚刚特别做了一些说明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听懂的 没关系 我们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 都会放在 YouTube平台上面的 就是说飞碟联播网的 飞碟早餐的官网上头 那你随时可以听 反复的听到你懂为止 好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 亚太区的总经理 郭宜林在我们的现场 那待会儿呢 这价值的两段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没有参与过 那但是听了之后 我觉得 那我应该要进来看一看 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 出不去进不来 怎么办 很多的很多的生意 原来生意也许照做 但是新的生意的拓展就没有 因为非常的困难 那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 透过网路 如果能够呢 进行这种交易的媒合 那当然太棒了 因为他他不只是 不只是网路的shopping而已 而是B2B的这样一个媒合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 显然想要去做这一块 而且呢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那对很多还没有用过人来讲 我要如何开始进来用 好的 我们先回想一下 外贸是怎么做的 在疫情之前 展会可以参加的时候 其实在一个展会 展览会 就是一个三成三平方米的空间大小 其实在有限的空间 你只能展现有限的商品 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你只能接触有限的买家 而且你要把那商品 带到现场去 还真麻烦 是的 所以最终我们评论一个展会的实质成效是什么 很多商家跟我们说 就是获取一张张的名片 而名片背后是谁 他们也搞不清楚 最后都忘记了 对 金法碧眼 难道就代表 它的采购订单金额就比较大吗 难道黑头发 黑皮肤的 或者跟我们一样的这种亚洲人 它采购量就比较小吗 其实在一张薄薄的名片当中 我们其实看 判断不出背后的 实质的商机意义是什么 所以获客成本是很难被评估出来的 而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中小企业的商家 就才惊觉 哇原来电子商务 是不是可以成为 我另外一个出口替代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来询问说 如何做电子商务 而电子商务是什么东西 其实电子商务简单来说 就是把我们的商品 无限制的方式 展现在全球买家面前 给大家看得到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小企业主 他本身不太懂电子商务 派他的儿子 我们特别多 现在有二代接班 从国外赶回来的 或提前接班的一些年轻朋友们 他年龄集中在20岁到35岁之间 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操作 电商能力优秀的商家代表 他们在这里头 从商品的规格表述开始 怎么使用关键字 怎么样让买家找得到 商品拍摄的方法 跟原本平面目录 就完全截然不同 藉由商品的大量的发布 买家如何被 看得到我们的商品 什么时候点击什么时候发一个询价给我们 然后最后承担 他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路径 帮助商家看到所有数字的结构内容 今天我们看得到 我们所有的业务推动过程当中 不代表就交易结果 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而是在业务发生当中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买家从何国来 他过去的信用评价是如何 他代表的身份又是谁 以及他用哪一种习惯的关键字被找到我们的 我们其实提供这种大量的数据 帮助商家快速的进入电子商务 当我要当我使用alibaba.com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先搜寻alibaba.com 搜寻到进来了之后 他是要注册的 他要注册我们的一个基础会员 那这是免费的 在这里头你可以发布商品 你可以有自己的店铺 但商品不会被买家找到 我们必须升级到付费会员 因为它是一个会员制的一个概念 付费会员的时候 就可以被搜索引擎里头被商品截录 就全球的买家就容易看得到我们的商品了 那付费的费用是怎么算 我们全年的费用是153,600块 新台币 新台币 153,600块 对 就是你的商品就可以被搜寻 被搜寻 你可以先发布出来 那我鼓励所有商家朋友 既然使用电子商务平台 就要把权益弄到最好 主动发品 多发品 发品的时候 我们其实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教育课程训练 我们从orientation 新生入学开始 教你认识什么叫电子商务 什么叫做流量获取 你如何去操作平台技巧 如何看懂数据报表 如何去了解买家是谁 买家身份是什么 怎么玩转线上的活动场景 就刚才所说的三月新贸节 九月采购节 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双11在台湾也非常夯 你怎么参与这种B界的双11活动 它的路径是什么 它的标准是什么 它门槛是什么 我们都会全部手把手的交到会 那这也是我们阿里巴巴国际站在台湾 花了非常多的人力资源 投入在商家培训 我们有大量的课程 免费课程 帮助商家学习跟了解 所以我常说 这些课程是免费的 全部免费的 当然我们有一些付费课程 那是一个可选择性的 但大部分都是免费课程 而这些课程当中 我们就是希望把电子商务做得到 如同听众朋友们所使用的智慧型手机一样 拿起来就会用 你不用看说明书 你不用去了解技巧 你摸一摸就会了 所以我也常说 台湾重要企业 如果能利用这样子的平台机会 展现在全球买家面前的话 我认为那是一个值得投入的 长期的业务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心智要打开 要拥抱电子商务 今天不是电子商务抢走了我们外贸市场的份额 而是电子商务这个东西 加速了我们跟全球的联动 台湾有很多的隐形冠军 他懂得生产研发设计 但是他苦于舞台的表现机会 所以我们帮助他曝光 我们帮助他找到买家 我们也让买家找到我们的商家 台湾这么好的 优质性的一个产业环境 应该有更多重要企业 值得被更多全球的买家拥抱 就是我们的初心 好 那当然任何一个 今天如果听到这一段节目的 那这些台湾 因为你的主要锁定的听众跟的客户群 是台湾的中小企业 如果大企业 他或许有比较多多面向的门路 那我们当然也欢迎了 但是如果以中小企业来讲 要尤其在疫情期间 要拓展自己的国际业务 要增加自己的产品的曝光度 或者你要采购的时候 你要知道到底有哪些地方 有什么新奇的你想要进来的产品 好那这是一个平台 可是这个平台到底还有多大吸引力 我想每个人都会一样 就是好我每年付个付个15万3 那给给给给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个道康的这个平台 我付是一回事情 那到底这个平台上面 现在有多少的商家在上头活动 尤其我问一个简单问题好了 既然今天呢 你来你上的是在一个台湾的一个强势的广播电台 台湾区有多少的中小企业的商家 已经在使用alibaba.com 是我们全球的商家 付费的商家总共有18万左右 那遍布了从中国大陆 东南亚美国欧洲都有 几乎全世界我们知道的国家 大部分都有我们的商家在上面使用 台湾目前我们虽然经营12年 但整体现在下来 免费的会员大概有六七千 那然后付费会员大约两千左右 两千左右 这个两千左右 应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非常大 我们认为其台湾中小企业 在电子商务的渗透率来说还是偏小 而且小到还不到一个 有特别绝对的影响力 那我们这个影响力是帮助商家 有这个电商能力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去跟商家交流 不断的举办我们线下的说明会 线上的说明会 来让商家理解 电子商务是什么东西 好在你刚说的这个18万 现在的就是阿里巴巴.com的 这座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这些会员里面 在亚太区有多少 亚太区大约有一万商家 一万商家 好所以如果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来讲 阿里巴巴.com其实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是的 尤其像台湾这种 就是说中小企业的 对外贸易的 强调外贸形态的 这种的经济环境来讲 阿里巴巴.com应该是一个一个很可以发挥的平台 好再来就是说 嗯我相信你们也大概做过一些了解 就像你说现在呢在台湾地区来讲可能已经有两千多个付费的商家有六六千多个免费的会员 你能够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有加入的付费的这些会员跟没有加入之前对于这些商家来讲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因为有接触的电子商务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那我这边也先说一下 其实我希望台湾中小企业拥抱电子商务但不是以阿里巴巴国际站做唯一的选择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大家多多利用我们这个平台 但我相信只要你是有电商务的经验 不管是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使用一些搜索引擎的工具 我相信都很好 我觉得台湾中小企业应该要更多的被看到 那阿里巴巴国际站只是各位我最佳的建议之一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商家因为电子商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方说我们在南部有一个做热带观赏鱼的商家 热带观赏鱼 他可以帮助你交配出各种颜色的鱼 而且确保活到你的家门口 跨境的活到你的家门口 我们也看到彰化的手工具 这还有简易等等的问题 对他可以把所有的相关的一些文件出口的方面的一些证书都准备好 这就是我们台湾商家的一些特长之处 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台湾其实很多重要企业 它是擅长做出口贸易的 其实它没有舞台 所以我刚才继续说 我们张怀有一个手工具的业者 他专门做车轮的那种滑动滚轮的 他在我们生意一年可以做到几百万美金 我们也看到很多做有一位叫易乳的商家 做女性胸部重塑的易乳商家 他的父母原本也不太相信 电子商务 但他儿子坚持要二代接班的时候 想透过电子商务来展现出 他自己的在公司的一些新的能力跟机会 确实当他站上我们的舞台的时候 出口粘移也是几百万美金 我们还有很多防疫物资 跟他没有加入之前差很多 差很多就完全把电商务带动了公司内部的营收成长 高到有60%70%的 对因为我要我要我要这个数字 跟这些的这些故事他才有说服力 因为大部分人一定会跟我一样 就是这是什么 我用我不用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生意照常做 因为很多人对现状是满足的 或者他觉得现状我在赚钱并没有多大的不好 那我无法去想象就是说 我要加入加入之后会有多大的变化 所以那个故事跟case是重要的 那15万3 OK如果我真的可以可以赚15万美金 赚150万美金 那个15万3新台币大概就4000多块美金一年 那当然就不算什么 所以他他因为你要成为一个付费的会员 他终究是有一笔小额的固定成本摆在那 那这固定成本呢 那会有会有怎么样的 就阿里巴巴为他的服务 这些都是基本认识 最重要是加入了之后 对于你的企业的国际的营销会有什么影响 我再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相信有一个问题是大家也一定会问的 就是好 那我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买卖 这跟所有的这些电商的这些买卖是一样 他一定会有一个交易信用的问题 那阿里巴巴厉害的就是说 OK我承担了这风险 OK我第三方支付我承担了这个风险 可是你们今天是B2B 他同样的也有这样子一种的担保的效果吗 进广告回头了 好欢迎回到飞电波网飞的早餐 我是南达龙 我意外的理解到归零今天来 可能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讲呢 提供了一个一个全新的经商的事业方式平台 以及以及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信赖度方面的需求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阿里巴巴那国际站 就阿里巴巴.com的这个亚太区的总经理的郭毅林 他叫人在人在台湾 好那呃刚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阿里巴巴.com 他他跟本台的业务没有关系 郭毅林是至高奋勇报名的 我连我连他要来干嘛 我都都都不晓得 不过听完了之后我终于懂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我的听众来讲帮助会很大 好刚讲的除了这个交易别平台交易的方式 以及你要如何成为一个阿里巴巴.com的使用者 以及使用前使用后 OK就像很多的很多广告一样吗 使用前使用后你要有比较啊 比较之后大家OK是使用后果然效果很好 好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在于就是说 就像你很多的药药品使用前使用后 你会担心有没有风风险 有没有呢可能潜在的这些的这些的危害 那交易当中最担心的就是说 收收不到货收不到钱 在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的第三方支付 因为他承担了这个风险 但是大部分都是小额买卖 可是当你在阿里巴巴.com的 像阿里巴巴国际站当中的 B2B的服务的时候 他就不是啊 你刚讲可能都是呢 几百万美金的这个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就 这难道也在你们的风险承担范围吗 是的我们其实很早就注意到 单纯只是一个讯息匹配 是不足以满足买卖家之间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买卖家的痛点是什么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就在支付环节 因为B端的跨境贸易 他特别注重的是我的资金的交付安全 对商家来说我从备料发货之前的一些准备 我的成本就开始在支出了 当然如果如果我帮你配配配种鱼配了一大堆 就突然就不要了 是的 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先先处理第一个问题 就是支付工具的一个保障性 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叫信用保障的这个产品 我们英文叫Trader Assurance 那这个产品其实就帮助了商家 买家朋友们其实在看到喜欢的商品 并且跟商家谈到一个妥事的价格 跟出货的一个数量跟出货时间的时候 其实就进入到交付环节 交付环节前提就是你的钱要付多少定金 那定金光是三成 其实一个我们不要说几百万美金 我们用数万美金的这种单一货柜的这种总金额来看 其实数万美金其实就是一个不少的钱 特别在全球现在很多买家 他可能都是一个新创的一个买家 他可能这笔钱其实就他公司 运营成本的50%左右了 所以他得必须确认说 我这钱要付出去之后 我的商品可以顺利收到 所以我们提供的保障其实就是 当你把钱付给阿里巴巴.com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帮你做托管 那我们会给每一个所有现在付费会员商家 一个受限额度 只要你在这受限额度以内 这个钱及时可以转到商家的账户里头 帮助商家提前的备货 那如果超过这个受限额度之上 那我们只要商家把这个出口凭证的数据 跟我们的讯息打通 或者是交付给我们 我们辨识完之后 多余这个受限额度的金额 会即刻在你发货之前 打款到商家账号里头去 我们不只是做到这个双方的收款 跟付款的保障 我们也解决大部分全球买家 汇款的不便利性跟高额成本 我们早期听到的外销 都是用像信用证 或者用TT转账是比较普及的 但即便TT转账 时间差 汇费跟手续费 都是造成买家对支付的一个成本的叠加 所以我们其实在跟以美国为例 我们跟非常多的银行进行的 本地交付的一个动作 你的款式打到我们本地账号 我们直接用海外账户的方式 用钱自己内部的转账的方式 直接把钱给商家 其实对买家来说 他把整个支付的成本大幅降低了 甚至有几毛钱 甚至不要钱方式 买家的钱就交付出来了 卖家可以及时收到钱 那这样的便利性 加上刚才保证性 就解决了买卖家之间的痛点 台湾有没有上市会公司 在使用什么阿里巴巴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些对于我想今天听完 因为我也是边听边学了 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今天我开始对 阿里巴巴.com感兴趣了 我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 在听完了之后 大概应该可以捕捉到 阿里巴巴.com 到底是在做什么 以及他能够提供你什么 在一个网路电商的时代里面 不只是B2C的部分 其实B2B其实是一般人 不见得会直接接触到 可是他反而是在网路商业当中 来讲非常核心的一块 今天非常感谢 来到我们现场第一次来 欢迎再来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 亚太区的总经理郭毅玲 感谢 谢谢唐大哥 谢谢听众朋友们 感谢郭毅玲来进广告 回到新闻